男子單打算是薛 薛軒毅 1比2輸了 不過輸得很可惜啦 最後一局 輸得很可惜 第四 應該說第四場的比賽呢 我們的陳宏林以及林宥朗 這個男子的雙打世界排名 目前第13名的雙打組合是直弱2 打敗了對手 好啦 那這一場 陳金對上陳仁傑 陳臨滿天下俄東城 俄東姓陳 選手的比賽已經開始 兩位選手都是右手持拍的選手 直接 剛開始比賽 剛開始比賽 可能雙方面都還是在試探對手 後面上看到這個是香港的陳仁傑 在香港的羽球的教練 其實這個何一鳴 其實這次還蠻低調的 特別他們陣中很多 特別女選手 退休的退休 競賽的競賽 他們不太敢說大話 要包辦幾斤之類的 何一鳴教練 不過他也有評估說 陳仁傑也有可能可以衝擊獎牌 就是撈一個銅牌 看看 講得蠻保守的 對 因為其實陳仁傑 他也是一個算是 在香港原來 他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選手 但是目前在亞洲 亞洲所有的這個羽球強國裡面 要拿到真的是 撈到一個牌 其實難度都是相當高的 最主要你要過的是大陸這一關 還有就是印尼 馬來西亞 甚至於還有 韓國 越南 阮天明 還有韓國的選手 現在而且日本 也有幾個選手 現在目前都已經 都也在世界上 也都打出了一點名號出來 是 目前是大陸的全金 取得了4比2的領先 那邱平你怎麼看 曾經這位選手 如果跟前面林丹來做比較呢 這兩位選手的型態 是不一樣嗎 曾經他的打法 跟林丹來說 有時候有很大的差別 林丹他展現的就是 跳沙爆發力的打法 但是 比較屬於剛性的一種打法 但是曾經 他是屬於比較柔的 但是他的打球的 他打球的球非常的穩定 而且你像他今年拿到的是 世界盃冠軍 世界盃的冠軍 所以他還是既有說 他很好的一個柔軟性跟協調性的 一個打法 所以你要攻死他 沒有那麼容易 他似乎又跟林丹 又是兩種絕染不同的一個球型 對 對 所以我們在 背對盡頭的呢 就是陳金 爾東成啊 金色的金 不是 不是陳金 陳金錄石 所以他比較少看到 他這個跳起來高壓沙球 對 哇 這邊跟進一拍 但是他球打得非常的精準 是 跳得也沒有半塊豆腐高 也沒有很高 不是跟進這一拍 但是位置 他這個位置一打下 他只要打到這個 殺球殺到這個位置後 他為什麼敢跟上 因為他大概認為 你只有那個地方可以打 他已經判斷好 對 智慧型的打法 對 對 對 最後是 出界嗎 出界 壓線 沒有 出界 這樣子 現在7比4 懂 出界 一路退了 那感覺就 應該是界外了 尤其在邊線的判斷 會比較準確 所以是底線比較難判斷 應該都可以 只要是這樣競技型的一個選手 在判斷這個 一般來說要失誤的激勵不多 但是為什麼會有判斷失誤 可能就是目前對這個場所 對這個場館來說 對這個場館來說 並還沒有很高的熟悉度 比較陌生 對 8比5目前 大陸的成金 還是領先 剛剛這個 陳仁傑 香港的選手 到了底線就決定 這個鋪網的速度非常快 最主要可能他已經有 被預判好了 這個陳仁傑 會晃倒 我對上牆壁 這個 首要知己就是分數 絕對不要被拉開 咬緊 最後 看有沒有機會 打到Duce之後 就 機會就比較大 對對對 分數一開始就被拉開的話 就 雖然羽毛球沒有所謂口鬥 以前結束 分數拉太開 但要追得非常的難 如果一開始要落後個五六分以上的話 對於比較弱的選手來講 這個球是一個劍內 得分了 成仁傑 7比8 只有落後給大陸的成金 一分而已 7比7 7比7 9比7 放一個小球 勉強挑高 這個藥沙被救起來 來 曾經拿到第10分了 10比7 10比7 所以他其實他的防守也有獨到之處 對 他先守 穩守之後四季反攻 對 而且這一個球 他反攻打到的 打到的那個位置 屬於是非常刁鑽的一個位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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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成仁傑 這一個往前的 換網的質量非常的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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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也是他最主要就是 成仁傑 換網的質量 他產生的這個限度 讓曾經打這個球的時候 就好像是桌球一樣 讓他產生的這個旋轉 造成他的失誤 10比9 只有一分的差距 哇 這個瞬間的突擊 攻得非常地快 11比9 目前 中國大陸的成績呢 是領先的香港的全人節 我們先休息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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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